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我们讲讲这个山水的这个透视 这个是中国话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从这个透视呢 我们引申出来这个概念只有三元 那我们从这个透视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就中国话呢 往往有一种看法 就是说 中国古人呢 不懂得透视 因为这个印象从哪来呢 就往往是看看明清的时候 有一些宫廷画 好像球鹰的这个 球鹰的这个宫廷画里面 就很明显的这个 就是说你看他的画的那个墙 就是说 透视呢 一面墙你又是 从近到远处的一面墙 如果正经的透视 按照现代的这个焦点透视的话呢 应该有一点点收起来 是吧 就是近处框 远处 远处长 但是你看那个球鹰 或明清的这些宫廷画里边呢 往往你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墙呢 是从头两根平行线 看起来不太自然 不是焦点透视 因为焦点透视呢 有一个远处呢 有一个叫做 vanishing point 有一点呢 所有的线呢 到那消失掉 你要是两根平行线就消失不掉了 不相交 是吧 所以这个第一堵墙呢 你看中国古代的一些古画呢 觉得中国古人肯定 不懂 这事上呢 这是一个很共通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从中国 不管是中国古画 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里边呢 这个对透视的理解呢 各有各的理解 不一定是说他不懂 而是怎么样把这个 透视三维的东西 表达到一个二维的平面上面 而真正把这个 把它系统化呢 当然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就把这个透视呢 引进到这个绘画里边 做一个必须这样做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相当于 四九里边的一个 一个科学性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数学上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 比较著名的就是 达芬奇的那个《蒙龙黎莎》里边呢 你可以看出来这幅画里边 在演出呢 有一个finishing point 所有的点呢都收到那里 所以所有的线呢 在画面上 所有的线呢就收到一点 这就是 这就是焦点透视的一个特点 焦点透视 好 这个现在就成了一个标准 就焦点透视 这个现在呢成了绘画的一个标准 然后来 因为这是跟科学联系在一块 所以包括这个建筑啊什么都是焦点透视 以作为基础来把三维的东西表达成二维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成为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标准啊 这个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standard啊 那按照这个standard 我打上引号啊这个 按照这个standard一回头我们去看中国中国的山水化里边又觉得很很奇怪啊 中国的山水化里边呢是明显的就不符合这个焦点透视 但是反过来呢又跟这个画建筑物的那些画 好像我刚才说的球莹的一些宫廷的建筑的这些画呢 中国古代的山水化看起来又非常自然 不像这个这个建筑物的这些画里面看起来有些明显的不太自然 好像墙一堵墙这个平行这个明显的不太自然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山水化里边的这个透视 中国的山水化里边的透视呢 是有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殊性 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绘画理论里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三远的这个概念 而这个呢是事实上很早就提出来 就是郭西大画家郭西这个是这个郭西的这个名不光是在我们这里画画的时候 而且呢是在西方在美国你看在美国这个画画界的提起郭西的这个名字啊 很多人也都知道 所以他在北宋的时候的一个画家 现在也现在也现存了很多画 他的很多画 提出来这个三远的这个概念 大家可以看这个 我的那个视频里边呢 就是里边讲解了这个三个三远的这个三个概念 就是三个东西 就是平眼 还有高眼 还有深眼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标准的焦点透视怎么联系起来啊 而且这个这个地位应该怎么放 这个是究竟是一种古人 中国古人的时候化山水的一个特殊性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东西不应该联系在一块呢 还是说就是说当时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东西呢 还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位啊 是有什么现代的意义啊 也从这个角度 就跟焦点透视怎么样怎么样比较 什么叫做平眼 这个平眼的意思呢 你照这个郭西里边 郭西的儿子写的这个理论书啊 林全高志的这本书里边的 讲解呢 就是这样 这句话啊 那叫自静 静山望远山 为这平眼 他就是这么一句话 就从静的山 看见眼处的山 就叫做平眼 那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那个 不是太神秘的东西啊 为什么这个平眼会 就是说跟透视这个联系在一块 事实上呢 他的这个意思是这样 我如果是焦点透视的话 你站在那里 你的眼睛看的东西 近处的东西 有一个一个焦点 就是说好像你照相的时候 有一个好像你仍站在这里啊 仍站在这里看 眼处的这个东西 眼睛看过到眼处的这个东西呢 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焦点 修饰在这个你眼睛所注视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平线是吧 所有的这个你眼睛的视角就是这样 而这个平眼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眼睛先看近处的东西 有可能是数有些人30然后慢慢的 往眼处看 但是这个往眼处看跟你站在这里 往眼处看不一样还不一定 有可能是把你这个人给升高了啊 把你这个视角给升高了 好像有点像你坐一个飞机飞上天 然后看见了一下子看出来 眼处的这个东西呢 更多啊 你原来站在这个地上 你前头如果有一座山啊 你可能就看不见后边山后边的东西了 就只能看见一座山啊 但是到这个平眼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看见近处的这个树 然后呢你还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人的视角呢 升高 然后可以看见很多其他眼处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把这两样东西呢 给组合起来成一幅画 高眼呢也是一样的这个构造的一个过程 就是从低往高处看 那你就是说那不就是眼色吗 这个眼色不就完了吗 有没有什么太特别 但是它也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近处 从低处的东西看到的东西 你也画到一个画面上面 然后呢才把视角往高处看啊 一座很高的山 然后再把这两样东西呢给画在一块 所以这个相当于有你的你的焦点呢 不是好像那个标准的焦点 透视眼处就是一个焦点 是吧 一个single point焦点 那像这个平眼高眼 这两样东西呢 这个焦点呢 相当于你在电 先是眼出 眼来看这个近处的东西 一个焦点 然后呢 在你这个人的相对位置 身高或者是 把近处整个 整个眼睛在那动 是吧 然后相当于这个焦点呢 是一根线或者一个面 然后但是呢 要同时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 放在一幅画里边 这个生眼就更妙了啊 就是说你相当于一座山里边 相当于你一座 你一座山啊 然后呢 你在这里边走 你在这里边走 你边看 然后呢 不同的这个途径呢 你再把它给组合起来 成为一幅画 那 然后好像 你相当于你从这里走啊 走到这个山的后边 看见一个村庄啊 然后呢 转过来这边村庄 那边有一些树 然后看见后边的一座山啊 这整个过程呢 你再把它给组合起来 成为一幅画 好像这个村庄最后 这个 这里啊 山凹里边有一个村庄是吧 有一些人家啊 在这里 然后呢 山顶上呢 也许还有一个亭啊 这一个小亭子啊 在山顶 这个 然后一条小路啊 说明你是这么 这么走过来的啊 所以 这整个过程 但你想象你如果是真正的 你是一个游客啊 在这个这座山里边啊 在游湾 在任何一个角度 你都不可能 或者很 很不可能说一下子就都看见这些东西啊 你可能站在这里就给树挡住了 就看见前头一座山 后边的山就给挡住了 所以往往我们在如果是拿照片啊 一路出去旅游的时候 一路拍照片的时候 都是拍见 看见你 前头的这座山 很难看见一下子 看见一路山 像中国古花那样 一座山接一座山 是吧 这往往呢 这一些呢 是西游这个 这个生眼 你一路走啊 然后看见的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呢 你反过来又把它给组合起 好像这个 这个从实际上来说 这个 山后边 这个村庄有可能就在山的山凹里边 山的后边 但是你要把它给画成一幅画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村庄呢 给拉到前头来啊 所以 所以任何一个视角 站在那 看见用焦点透视 都不可能看见我 我 sketch 来自幅画的整个整体 因为你看见的东西都是一个极部的东西 然后同时呢 你再 想象你这个 就是说边 边游啊 边游完 边在那个 看见的东西 然后最后再把它给组合成一幅画 所以这就是这个平眼 高眼 深眼的这三个眼的从从这个透视的角度来解释 这是什么回事 我们今天呢 就 具体来讲 画一个 画一幅画 实际上一个画两幅画 来解释这个平眼 这个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平眼呢 就回到 它的定义 就是从镜山看眼山 然后把它给放在一个 一个画面上面 实际上呢 我的文字里边 讲的 更 更清楚的 大家注意一下最后的这句话 就是说 把这个 把近处的东西 我后边打了一个括号 就是具体 detail 就是把近处的这个detail 跟眼处的这个landscape 都把它放在一个画面上面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detail这个字呢 就我们现在呢 那个 iPhone里边有一个 新的这个 前行的这个mode 就是说你拿着这个相机 是吧 你可以 相当于 移动这个焦点 眼处你可以拿这个相机 然后呢 扫过去 从眼处扫过去 那这个有 从某种程度 是平眼的一种 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这个焦点呢 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焦点 是吧 把这个焦点连成条线 然后给 组合成一个画面 所以这个iPhone的这个前景 paranomic的这种 这种mode 他组合出来的这个照片也非常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这个 一种画种 就是那个常见 这种画种 清明上合图的这个 这种画的这个形式 就是说你连的这个轴 看见一个常见 接着一个常见 这个清明上合图的这种样子 但是呢 也不是 他还是实现不了这个真正平眼所要求的这一点 就是我自己强调的这个detail的这个字 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那个前进的这个mode 来照相的话 你照到的前景是模糊的 或者是看起来不自然的 好像你前头占了一个人 你这个一扫过去 这个人的就变形掉了 而中国的这个平眼的这个构图 这个透视呢 就是要求你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重造的 重新构造出来的一个过程 前进的前头的这个 前进的这个东西呢 前景啊 前景的这个东西呢 跟严谨 跟严谨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非常 自然的一个过渡 前景的东西呢 就是详细的东西 detail 详细的这个东西 跟严谨呢 有点模糊 有点宏观的 比较大的场面的这个东西 两个非常 有机的给结合起来 结合在一个平眼的这个 一种透视里边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一个 就是这个平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在强调这个详细啊 所以 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幅画里边的这个前景里边的这些树 你都可以看见它的树叶啊 前头的一些结构啊 什么东西 这个都非常详细 但是同时呢 你又可以看得非常严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从 如果从照片的角度 很难做到这两点都 都给结合起来 就是前景里边非常详细的这些 三石的这个结构啊 什么这些啊 包括这个高原的这个 前头的这个风景 前头的树啊 这个路啊什么这些也非常详细 但是同时呢 你又可以看见非常多的这个 后边的山啊什么这些 相当于有很多很多照片 再把它给组合起来 组合成一个画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山眼是非常 非常现代的一个概念 不是中国古代的一个 当然是北宋的时候提出来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用非常深奥的一个概念啊 非常现代的一个概念啊 往往我们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呢 往往把这个山眼这个概念给忘了 或者是把它这是古人那个时期的 提出来的一个东西啊 当然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 通过一个变焦是吧 变焦焦点变焦 但是同时呢又是把这个 前颈跟后颜颈这个东西 比较有机的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画面啊 好我们具体讲一个例子 然后做一个比较 就是如果用我们这两个概念来画 一个画的话会画出来什么样 用我们今天就主要讲这个平眼 但是同时呢比较这个平眼跟焦点透视的差别 然后我们接下来以后我们再讲这个 再画一幅画呢 讲这个高眼跟焦点透视的差别 深眼跟焦点透视的差别 好我们今天这个平眼的这个 如果从焦点透视 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直接啊 画照片啊 拿一个照片拍一个自然的风景啊 我们走到一个湖边啊 然后呢前头有一些树 后边有个湖 就有可能是我们这附近的Pocono啊 这个从那个山里边看过去 那里有些人在玩这个方床是吧 然后呢这前头是树 然后你看见围着这个小湖 或者是一个水的一个地方 那你想象如果在这个场景里边 你能看到什么 因为你站在那里 这个树肯定是比你高很多是吧 所以相当于你这个视角里边 你又是这个树在你身边的话呢 这个树肯定是非常高啊 那整个画面就是这个树几乎就是从底到天 的一个树是吧 然后周围的树 然后你看见的只能看见第一层 就是湖边的第一层 的山啊 第一最多前头小一点的也可以看见 但是如果高的话就只能看见第一层 是吧 在眼处就看不太见了 是吧 然后呢这个从 从视角的角度呢 从焦点的角度呢你看见的这个东西呢相对的比较大 比较细体 所以这个是焦点透数的 透视的一个场景啊 我们过后也来一样来可以用焦点透视的办法来画 事实上呢这个你要看西洋画里边的那个 风景的话呢 往往你可以看出来也就是用照这种方式来画 就是焦点透视来画 树往往就相对比较大 因为就是相当于你站在那里看见的这个树 都非常 因为比你的人肯定要大很多 所以 所以整个画面前景的这些树呢 往往就是把整个画面给撑起来 那相对来说我们按照中国古人的这个 平眼的这个概念来画同样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场景 那画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相当于我们近处好像这两棵树 但是呢我 这两棵树 但是我看到的场景就广多了 我又可能在那左右看一下 这个树一下子就从原来撑到 撑整个画面变成 缩小下来 最多就是画面的一半 甚至有时候三分之一 一下子就这个变小 然后呢我现在我只能飞到天上 然后往眼处看 这眼处的这个我不光看见这个山 还看见后边的山 看见更远的山 好几层 然后我这边呢这个湖面的这个 这个的场景呢 我看见湖的这一边 有可能这边有一些更多的东西 然后这个这边的这个树呢 也一下子就降下来 是吧 然后呢因为我这个人能够飞到天上去看 然后原来我在这里的时候 下边有可能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结构 还有小瓶子 但是我看不见 因为有一些灌木在这里 把它给支挡住 现在呢你人往天上台上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这个有一个小瓶子 这也要交代为什么原来 这一条小瓶子 然后这条小瓶子到哪去呢 这个到这个小瓶子这里过来 所以一下子 那个通过一方面你看近处的这个东西 然后再把这个人给升高起来 把这个视角给升高起来 一下子又看见了这个演出的很多东西 这个湖的场面就大多了 然后同时又看见近处的一些 其他原来看不见的一些structure 所以这就是具体的一个平眼跟焦点透视 从构图上或者是画画的效果 同样一个场景画出来的差别 所以这个你看非常类似于我们看油画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西洋画里边的 看见的一些场景 就是一个焦点像照片一样 看见拍照 你就看见这个实际上的一个视角上面能够 这个是你一个视角里边看不见的 你需要通过一些想象力 通过一些这个要走路 有可能然后最后把这些东西给组合起来 然后又非常自然的把这个近处的这个东西给降下来 是吧 然后但是又不丢失这个detail 丢失它的详细的这个结构 然后看见更多的东西把它给组合起 好我们今天来画这两样东西看看有可能又很长 我们反正这个慢慢画吧 就画焦点透视 所以我讲这个平眼跟焦点透视呢 并没有说这个高低哪一样好 哪一样比另外一样好 而是从这个视角的这个角度呢 来讲这个不同的效果 比如这两幅画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效果 并没有说这个比这个好 或者这个比这个好 并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反过来说呢 就是说平眼的这种理解呢 相当于打开了一个很新的一个世界 跟这个简单的这个用照相机 或者用直接的这个视角去看东西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大家从理解这个三言呢 应该从这个角度 或者是读懂看懂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三学话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 会理解出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将来这个三言呢 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compromising的 就是说比较臭活的一种技巧 而是一种一种潜心的一种 制造一种潜心的视角效果的一种技巧 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气角 当然那个焦点透视也是非常高级 非常把它给总结成一个叫做vanishing point 就是消失的这个一个焦点 这个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所以两种都非常重要 两种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一个效果 并没有高低之分 但是大家要理解这个平言 这个三言的这个打开的这个新世界 打开的这个视角的新世界 好 我们先画 先画这一幅 然后在画的过程呢 我们在同时复习一下这个 三水画的这个笔墨啊 用笔啊什么这一些 这些技巧边画边讲 我们现在就跟这个跟这幅草稿一样 我们就把它给画成这个 不用颜色不上颜色的 直接就是水墨的啊 你看这个树很大啊 因为整个画面我们先画这个树 整个画面撑起来 所以呢这时候呢你相当要注意有一些 这个树的这个 detail的这些structure 特别是树干啊 所以 我 我觉得那个画树干呢 一般都是画两笔 至少画两笔啊 就是说这个 第一笔呢 你可以定一下这个基本上的这个走向 第二笔呢 把它给修改成一个原柱体 不要太 太粗糙的 就是说比逻辑上比较说得清楚的这个原柱体啊 所以第一笔 你看我第一笔比较粗糙啊 第二笔呢 或者第二笔 第三笔 然后这笔呢 把这个 修成一个原柱体啊 这个树干的是一个原柱体 所以 所以我这个第二笔呢 是follow你的这个第一笔啊 所以 你不要follow我这个画面 你follow你自己的第一笔啊 对 把这个把它画成一个原柱体啊 原柱体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树干是一个原的是吧 然后同时有一些粗糙的这个结构啊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这些用笔啊 所以一下子有光的一面 有暗的一面啊 我画出来 然后这个分支也一样 你要注意你第一笔有粗细不太自然的话 你可以加一笔加两笔啊 把它给画的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画这些分支啊 分叉分叉 因为过后我们还有一些树叶啊 又加上去一些树叶 所以不一定 又画的特别啊 你画出来一个事态就可以了 它的基本上的走势啊 然后过后通过树叶呢 把这个树的这个结构给撑起来 好这第一颗啊 第二颗呢 然后我们还是用浓墨来画 然后下边呢 我们再慢慢把它给变成变档 我们ejectly follow我的这个画稿 我自己刚刚画的这个画稿啊 就是说这个山水画呢 这个 定稿的这个过程比较 比较还是比较重要的一步啊 就一样这个 两笔把它这个 这个研柱体的这个结构给画出来 注意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落地点啊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比较detail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画面比较 比较仔细的这个 所以这个树根落地点啊 这一些呢 都要稍微 有错落一点 有前有后啊 你看我这个画稿里边 这四棵树 这个落地点都不太一样啊 都有 然后最后 因为这个呢 就是一下子可以控制 就会表达出来这个立体感啊 有前有后的这个 你可以通过这个落地点给画出来 然后同时呢 你看这个树根的这些结构啊 也是非常能够表达这个 这个中国笔墨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通过树根啊 这些用笔啊 有点那个粗糙 但是又有点这个 通过粗糙的这一些又表达出一些结构啊 所以这个 好第二颗啊 交错在一块 然后他们的这个树枝 交错在一块 第三颗呢 我们把它 你可以换一根笔也可以 你也可以这个 把这根笔变淡啊 我就稍微用淡一点 屏幕上是不是可以看得清楚啊 然后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 follow第一笔啊 这个可以 这一些一一旦变淡了之后呢 你这个变化的这个 就是末世的这个变化 就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啊 你可以 你可以更淡啊 或者是稍微浓一点 这一些你都可以 然后现在我笔尖稍微touch一点 稍微浓一点的啊 两棵树啊 有点 不 然后大家注意呢 这个画树呢 不要太 这些树干 不要特别的直 你稍微有一点啊 像这个有一点弯度啊 这三棵树呢 你看有一点这个走势怎么偏到这一边来是吧 因为我过后从这个构图上面呢 我这个树的树叶呢 有一点跟它balance起来 所以树枝就不会 就是说虽然有点现在没有画树叶之前看起来好像有点偏一边啊 但这些呢你都可以过后我们 你又觉得这个不太平衡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画面的这个重新构造来把它的这个平衡起来啊 然后第四棵树 然后落地点啊 落地点 抽落一点啊 然后第二笔 follow你的第一笔啊 好这个研柱体呢 我大家注意这个你 你修修补这个第二笔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那个树干是一个研柱体是吧 但是不是一个晶莹的研柱体 下边比上边又 又 宽一点 但是这个从 从粗到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晶莹的一个不会收一下子 然后往往在分叉的时候有可能就变得 变得更细一点是吧 所以你这个注意这个特点就是说 它这个粗细的变化下边稍微比上边宽一点啊 所以这样看起来才比较自然 所以你通过这个修补的第二笔 你可以 把这个粗细的这个给画清楚啊 好这个是你看这个焦点透视啊 这个树的这个非常大 还非常 从下撑到 撑到画面的这个 这也就符合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啊 你人站在这里看见的树 往往就是整个树就把你的整个视角都给撑起来了 所以这个注意这个我们 还要把这个 树枝都画出这个纸外啊 这个 因为你确实你不是飞在天上看 所以你看见的天 你头上的这些树枝呢 你头上的这些树枝呢 都是 都是 很多啊 都充满了整个是你的 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地方 好我们就用这个 四棵树 然后这个树叶怎么画啊 树叶呢我们来稍微 分开一下 就是有一棵树呢用比较粗的这个墨来画啊 浓一点有一棵树呢淡一点啊 然后有一棵树呢用这个 点的办法来画 也许呢有一个树呢我们可以用 颜牵的办法来画 或者是 就是 我们我们这个 前都用那个 墨块跟墨点来画 然后另外一幅呢我们才 加一点这个其他的用笔 有一棵浓有一棵大 所以我们这一棵 有一点浓 但是他们交错在一块啊 所以我现在已经加一点浓墨 然后你看我这个 比较 比较慢的这个用笔 让他在仙子上面硬开啊 然后呢 但是你看我用笔不是特别快啊 慢慢的 按下去 整根笔按下去 按下去 所以 然后慢慢的把它给 变淡 我觉得呢你可以这样你换一根笔 你就 你就 肯定一点不会说这个 比较好控制一点 所以这根 这根我放另外一根笔呢 这个稍微都是淡一点的这个 但是一旦淡你就要注意 有更明显的这个变化啊 所以我们这个水墨这个里边不断的这个 笔尖 浓一点浓一点的或者是笔尖 浓一点的或者是笔尖 浓一点的或者是笔尖 来制造各种 墨式的这个变化 墨式的这个变化 我这个 用用淡的啊 画出来很多 很多这个树叶 但是这个画的过程呢你注意这个 很多变化 有点浓浓淡淡的这个变化 都是靠笔尖的这个 好我这样回到那一根比较浓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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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变化 在边画的时候边出现变化 然后这个你 要避免这个整个一方面又画的这个树比较茂 是吧 然后又避免这个画成一黑黑的一团 是吧 这个怎么你们控制好呢 就是说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自然而然 你要注意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话就能够避免这个把东西给画成一个大黑团 这个画水墨很容易 但另外一方面你注意到这个这个稀实的这个变化 所以 稀的东西 稀的这个 东西并不是说没有 并不是空的东西 所以要注意这个稀跟那个空的差别 空的就是空白那地方空白 那稀的东西呢不一定是空白 那地方有可能是淡下来或者是 因为我们现在来画这个 用点的办法来画另外 这里边某一棵是那个树叶是点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点画这个点 来点形的树叶 那你把这个点点蜜跟点稀 就能够制造出这个 稀实的这个差别 然后这个点mix 在两棵树里边啊 有可能这些树都纠错在一块 所以mix在这里边 这边呢 我稍微比尖气 稍微 弄淡一点啊 也是这个树叶纠错进去 好 这个淡的也一样 我要 有些地方呢 点点啊 又是点又是木块 然后 纠错进来 以前我说过一句话 一个概念就是 不用以不 不属于它的东西作为边界 这个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好像这个 这个树是吧 这几棵树 然后中间呢 有一些树叶是吧 然后这个树叶你注意这个啊 我画这个树叶 正好 我画这个树叶正好 到了这个树干 但是这个树干不是它的边界 树干是另外一样东西 所以你往往这个不要 不要这个树叶就高到这为止就停掉了啊 有时候你 你穿透过来 所以就不用以不属于它的东西作为边界 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要啊 就是说你这时候 有时候构图上面注意一点 就是说有时候刚好画到那里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跟它没相干的东西 你刚好以它为边界那你就把它给穿透过去 就是像这个穿透到这边来 穿透这样就不会觉得怪怪的啊 当然当然你跟一个你一个跟它没关系的东西都在边界 这个是我以前收过的一个注意点 就是说画画的时候把东西画自然的时候 注意点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我们这个 水墨的画啊 就是完全用 用墨来画的这个呢 这里边的一切都是 其右点就在这个表达这个用笔 所以我现在这里边窗插进去一些树枝 是有是无的树枝 事实上这个跟你的这个墨 也会交错在一块 跟这些墨的表达树叶的这些墨 所以 所以这些这些零散的这些树枝也很很重要 有一些 窗插进去的一些树枝 好 花了很多工夫画这个四棵树 我们现在在在用这个 再把这个串起来 把用画一个近景的一个土拨 这时候呢 我用这个 还是那根笔 但是注意呢 就 用稍微干一点的 不要太湿的这个笔 然后呢 我 我现在呢 换成这个 笔缝呢 稍微 拿偏一点 把这根笔 因为我现在要画这个三十 这个就是说这个土拨 这个 所以我把这根笔呢 稍微 拿偏一点 你看注意 我刚才画这个树的时候 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嘛 也不是所有的时间 都是把这个笔都拿中锋在画 是吧 除非 我这个画这个 树干的时候呢 事实上注意当时我这个是用逆锋 把笔 倒着来 有时候逆锋 那大部分时间是偏锋 现在我把这个笔呢 拿斜偏锋 你看我这个笔 然后画出来这个 变化多端的这个感觉 注意这时候的这个落地点 就是说这个树的落地点 你 因为我们这是画很近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很清楚 就是说不会 一棵树正好站在 坐在一个边界上面 所以你稍微有一点错开的这个 就是说跟后边的这个分界线 有一点戳开啊 这样就制造了一个平面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坡 我这么一笔 制造了 制造了 制造出来这个 这个 树的落地点的 这个一大平面出来 你又是正好画在它下边 那它就长在一个 一下子这个 这个平面的感觉就缩小了 或者就都没了 是吧 所以你看我把这一根线 后一点 就制造出来一个平面 那这又不是平面啊 这个是一个土坡啊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点这个 春啊 这个 这个就是山水里边的春的来源 就是说因为 冬 土 这些那个山坡 并不是 并不是光滑的啊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结构啊 有一些自然的结构 三石的这个结构啊 所以你看我都是用这个 比较偏的偏锋 因为这个画出来的这些线呢 比较 比较有变化啊 但是也不是太实 有点稀的这些线 这些春的春的用笔呢 大家就注意这个 画山石的注意这个 这些春的这个 是在 是在制造一些面啊 就是山石的一些面 所以你看我刚才画了这个面 画了这些面 但是后边的辅助性的这些春呢 就停在 把这个面更进一步的蹭脱出来 所以这地方就好像有点 土包的感觉就出来了啊 我们接下来呢画这个 这边的这个 稍微淡一点点啊 然后 这边的这两棵树 还是先画树啊 先画树 然后再来加这个 土包啊 所以这边的稍微淡一点 你看我们这个场景里边呢 是中间留了一个 就可以画这个湖面啊 水面湖面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注意你要留出来啊 但是呢也一样 这个我们是焦点透视 所以呢那个 这个树的这个结构 还是鼎天立地啊 但是鼎天立地呢 你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墨的这个 变化把这个 不要说鼎天立地前都是特别实啊 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吸 吸的 吸上去鼎天立地啊 然后两棵树 也一样啊 这个 至少两笔来画出来这个 树干啊 两三笔啊 不要光是一笔 好 然后我们画这个树叶 也是一样 就是大墨块来画 然后 画出画面画出纸外边 但是我们用淡淡的把它给 给画出去啊 跟这边稍微有点contrast 大家就是注意这个 焦点透视的特点 你站在这里 不可能看见树的顶上 不像是这个 这个 这个平眼 平眼你看 你站在这里 都看见树的顶上 你要是焦点透视的话 绝对不可能 你能站在这里 然后看见树的顶上 这不合 不合逻辑的一个 所以这个 简单来说就是说 这个 这个很好表达出来这个 这个平眼跟焦点透视的差点 你画树 你用焦点透视的话 不可能看见树的头顶 因为不可能比那高 除非你 你飞上天气 然后但是那样的话 你又不可能 看见整棵树 从下边看到顶上 看成这种视角 你又是飞上去的话 你看见树的顶上 但是不可能看见这样的这个 树的这样的结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结构 你就不可能看见树顶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我们要mix进去有一点 稍微深一点的 的树叶 那去告诉我们这个构图 最浓浓淡淡的这个变化 浓浓淡淡的这个mix 就画出来各种各样的层次 就是说这个 这个树的 我们光用墨 然后画出来这个 各种变化 各种 好 两棵 两棵 两组树 两组树 都是顶天立地的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就 可以画这个山坡 你看我这个再加一点稍微差别 这个山坡呢 让这棵树 就山坡在它后边 跟这个不一样 你看这个我是山坡在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树是 这个坡有可能是弯下去 然后树在它后边 有可能这种 所以你看这个相对 跟坡的这个相对位置 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创造出几种 这个impression 就是说这个坡正好跟树 交接在一块 而不是在它前头 这一刻是在它前头 好这里呢 我们再加一条小楼梯 但是这个你看就是说 从我这主要是 显示这个差别 就是说你要是 用这个焦点透视的话 这条楼梯要走到哪 就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说因为你一个画面 不可能看的 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就是 就是这么一条楼梯 就是那个山路 就是这么一条山路 然后究竟它是 往哪走 这个不一定很清楚 我们再画一点 灌木 再次前头 这个灌木呢 你还是这个焦点透视的这个角度 你还要注意这个 有可能 有可能 从山坡的后边长出来 所以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有这个 明显的 灌木 跟 这个坡的 交界 一个非常明显的交界 这个呢 是不明 这个是 没有这个交界 这个树 穿透的这个坡面 这个后边的灌木 跟这个坡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交界 这些都是在 制造一些立体感的 这个不同 通过这些线 相对关系来 来产生这个立体感的 不同 不一样的 的那个表达 好我们先画一点树枝 树干 灌木的这个树干 这些呢 最后我们在画点的时候 有可能就把这些树枝 都给埋没了 所以不一定 你一定要画的 跟那个树不太一样 就是灌木跟树不太一样 这个树枝 树干不是特别 visible 不是特别明显的 可以看得见 所以 但是呢 你我们画的时候呢 把它给画出来呢 有帮助你 构造一点这个 知道它的这个 过后 这个位置要怎么 这个树叶的这个位置 应该怎么弄 好我们 用这个点 来 画这个 灌木的这个 画这个灌木的这个叶子 就光用点点啊 所以跟我们这个画面 是一样 但是用比较 比较淡 但是呢 有一点 外围比较深 然后里边比较淡的 这种方法 来画 好 这有点 外围 边 轮廓的这个部分 比较浓 里边比较淡 所以你这时候注意一点 这个所谓的 外轮廓 这个外轮廓 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你画一根线 把这个轮廓给画出来 这个达草稿你可以那样 但是你画的 通过这些组合 这些基本笔法的这个组合 让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轮廓 所以我现在一层一层的 我这根笔呢 笔底是比较淡的 所以我expect呢 然后笔尖去沾一点 浓一点的 所以我expect过后 越画越淡 然后跟这个构图 要我过后留一点这个 树枝 撑到外边来 上面没有树叶的这个树枝 好 现在我沾一点淡一点的 然后最后呢 还是注意这个我刚才说的 这个灌木跟这个坡 形成一个很明显的边界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坡 后边 灌木是长在坡的后边 是吧 不是不像树这个 长在这个坡上边 然后过后可以 对照我们这个平眼 那一个 那幅画 为什么要这样画 好 好 这个慢慢的荡过来 这个慢慢的荡过来 所以你看我画的时候呢 这个 都是 笔尖去 沾水 或者沾一点 浓一点 制造这种变化 制造这种 那个 变化的这个效果 但是呢 这个最后的总体效果呢 要注意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外轮廓 最后这个轮廓 稍微有一点的 有一点shape 形态 这个 这些一片灌木 形成一个形态 但是这里边呢 又有一些变化 这些 然后这个 这边就更淡了 更淡的一片 是有事无 不知道是在哪 有点更淡的一些 你看这个边画边看看总体效果 我们现在收画全都是用 用黑白在画 没有用任何颜色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就把这个通过黑白把这个 层测感给画出来 然后也同时画出来这个变化 整个画面的这个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这幅画是焦点透视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呢 是用这个 达芬奇的这个 这个比较现代的 所谓现代的这个 这个 技巧 透视的技巧在画这个 我们画这边的这一组 这一组光幕 总体是比较大 总体比较大 然后 比相对这边比较大 但是里边的 淡的里边的照样有 浓淡的这个变化 你可以注意到 我没有先画树枝 没有画光幕的这个枝干 但是也可以 你画也可以 或者是画完之后 再补一点隐隐约约的这个枝干 就那个光幕的枝干 包括这边里也可以回头来 再来补一些 就是说注意这些呢 都是一些笔墨的表现 包括这个枝干 最后你胶叉在一块 用这个浓淡 穿插这些枝干 最后都是形成一个总体上的一个 效果 就是说这个 笔墨的这个总体效果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边 你表达一下 稍微 稀一点的东西呢 你跟这边 我这边 刚才在强调 这些点 最后点出来一个外轮廓 是吧 特别是这一团 自己团 主要的浓的部分 最后这些点 组成一个 有一个轮廓的 有一个 shape 那这边呢 我就开 有点 把它画 稀掉了 然后你看这些点 我这松散出去 有一点 稀掉了 所以左右这一些呢 通过这个 稀的这部分 有一点 互相之间 有一点 固硬 好 我们画后边的这个 第一座 这个 就是湖边的这座山 湖边比较近一点 稍微 稍微浓一点 稍微浓一点 因为这个 因为是山 所以不可能太小 从焦点透视的角度来说 你看得见的都不会太小 因为是山 所以你注意这个不要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跟你这个前景一配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小土包 所以这个山你注意这个 这个 我一直都是用稍微干一点 然后我都是用偏风的角度 在画 然后注意我说的这个这些春法都是settle在这些边界上面 这个水 水 水跟山的这个也自然就成了一个边界了 所以 都是在知道这些 用春法来强调这些边界 线不太多 你可以简单的这些线 但是都是我都是都是用这个偏风的办法来画 演出是山是岛可以有点这个 然后 湖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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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下边呢 下边的比较 比这个相对更淡一点 可以更淡一点的 这个用笔 画出来这个山的这个 然后 这个山就消失在这个 后边是吧 树的后边 所以 省了不少功夫 不用画这个 后边的这个山的这个 注意这个 这是两座山是吧 是前头的山 这个后边的 所以这些春法 是independent的 你看看刚才不要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川 停留在这个坡的这个 把它给蹭出来 你后边的这个川 就不要来蹭托它这个 因为它会属于 你要比较independent去画 就是想象前头不在 然后你该怎么画 怎么画 不用说这些笔 停在这个前头 那就有点 好像把这个逻辑上面 就说不太清楚了 所以 这个是它的边界 它跟水交接的地方 是它的后边的山 包括后边的这些川 边界 所以这个是从这个焦点透视的 这个角度 看看这个景色 你就是看见这一部分 然后呢 大概 后边的山更远的地方 就看不见了 所以 就是说 这才是真正的焦点透视的这个 真正 出来的这个视角 所以我们对照 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 画稿 就是焦点透视的这个画稿 你站在这看 树肯定是顶天立地 是吧 不可能说看见树 那个顶上的这个 然后呢 山呢 不可能看见一层又一层的山 就是看见这个湖面 然后看见湖面对面的山 最多就是这样 最多就是这样 跟这个 平眼来画出来这一个呢 那个可能要更花功夫 因为你会看出来这个 场面就更大 但是我现在稍微讲一下这个差别 是吧 焦点透视 焦点透视 是吧 焦点透视 树就近景 肯定是顶天立地 因为这个就是自然里边 树本身的大小就是肯定这个 而换成这个平眼的这个 你看这个树一下子 就缩下来 你可以看见树顶 然后呢 你想象你飞上天 然后来看 一下子看见这片灌木后边 下边有一个 其他的structure 这也就是这条路 又可能走到这个structure 一个小亭子 或者是一个小房屋之类的 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 原来你站在这里看不见 所以你要 将来这个平眼就是在变焦 在那个走路走过来 看见了之后 你通过这个 这个平眼的这种办法 又把这一个结构给拉进来了 拉进画面 所以一样你看这个画面 你如果光看这个 下面这部分看起来挺像的 但是也是 你又多了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你仍然要是光是站在一点的话 是看不见的 所以 刚才说我这个 光木的这一部分 为什么要画这个边界 你这个 画出来这个相对的这个边界 就是因为 这个表示这个光 这个有一个 光木在这个坡后边 你只看见它顶部 或者是看见 它不是站在这个看得见的这个坡后边 也意味着后边还有东西 后边还有东西 然后现在你看出来后边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小瓶子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 你当然这个场面就更大 所以这边有这两棵树 原来这个看不见 现在就看见了 所以场面就更大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这个 后边你可以看见好几层山 后边这一层山 这一层山 这边有 一下子看出来 这个山也 往下降了 这个山有可能 看到顶上 这个一下子就 能够看见山顶了 这也一样 你要是焦点透视 除非特别眼的山 稍微中间的这个山 不可能看见山顶 或者是 就是说你除非这个 值特别大 是吧 看不见山顶 这个相对关系是很重要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平眼的这个构图 可以看见山顶 做做山都可以看见山顶 你如果想要构图上 西都可以看见山顶 树也可以看见树顶 然后一个场面 一下子你看这个场面 这两个场面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个场面的差别 这个场面比这个大多了 当然不是说这个就更好 这个有另外一个气味 这边的这个焦点透视 有焦点透视的气味 我们还在稍微 稍微把加一点东西 然后把它完成 但是这个加东西 我跟那个 注意我以前说过的这个山顶里边的 春差点掌啊 春差点掌 但是我这个差的这一步呢 有很多时候我都是跟春的时候愉快 有时候用偏风的时候 没有规定有单独的一步 但是呢这个点的这一步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 加点点啊 还有是什么意思啊 当然这个像刚才这个 就是树我们用点的办法 但这个不是不属于这个春差点掌里边的点啊 就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我用点的办法来表达这个树叶 春差点掌的意思是 点作为整个画面的一个部分啊 一个计法的一个部分 不一定是指这个树叶的这个点 好我们用稍微浓一点的 现在开始稍微浓一点的这个 大家过后到后边 来加一点开一点啊 就是有一些边界的交界的这些地方 就有一些边界的交界的这些地方 稍微有一点这个 就是有点像小草或者是什么的那个 起了一定的highlight的作用 highlight的那个效果 这个特别是在后边的这个山里边 后边的这个山更能够显示出来 这个这种点呢 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 好像这个山里边 现在看起来有点光秃秃的这个感觉是吧 你看现在我加一点点上去 一下子这个山好像就 就有点比较准起来啊 比较 比较灵气起来啊 比较生气 就是说有点那个 有点草有点树啊 但是你又不是有点植被啊 就出来了啊 所以稍微简单 你看稍微简单 一加一点点啊 演出更远 这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淡一点 不用太浓啊 稍微淡一点 也是一样这个 一个山上面你加了这些点啊 就是又表达有可能是 短的树或者是那个 短的树或者是一些这个灌木啊 对 春叉点展现在这个点啊 这个点是整个画面的效果的这个点啊 一般来说呢 点呢 大部分都是用浓的点 但是呢 看你效果 就是说除了浓的点之外呢 你可以再加 就是说除了浓的点 就是比你要点上去的那个地方更浓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啊 是比 比原来的这个春的这些用笔更浓一点 像这个也一样 后边你比 后边background的这些用笔稍微浓一点 但是不是绝对浓啊 就是相对浓 就是这个 然后 我们再画这条 画一条小床啊 湖里边的这个方船 好 这个呢 这个你要 因为我们这个还焦点透视是吧 所以你要这个大小还有点 可以画稍微大一点啊 这一只啊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双方双方的这个 好 这个 还有这个说春叉点掌 我们稍微简单的掌一下 用啊 这个因为我们 用很淡的这个墨水啊 来我稍微掌一下啊 这个 一般来说等它完全干 现在也差不多 我有点干啊 我们稍微 用淡淡的这个墨水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稍微把这个有一些层测的 有一些层次啊 有一些层次啊 展一遍 就说 展的效果呢 就是要使得更多 整个画面有更多的这个层次啊 不要太干掉啊 然后有一些 大家注意呢 这个涨墨水啊 包括特别是像我们这个 今天画的这一幅 完全用水墨啊 完全用水墨来画的这个 涨墨水呢 有很可能又涨多遍啊 就是说你第一遍的时候呢 你可以淡淡的涨 然后呢 你看啊 等它干了之后 再涨第二遍 再涨第三遍 都可以啊 所以 涨墨水呢 又 你可以涨多遍 包括不 不管是水墨啊 其他的这个 这个 包括花 花 花牛的兽呢 往往也有兽 会涨多遍 所以 你不要一遍 就把它涨的 很浓啊 所以尽量的淡 你看屏幕上面看起来 有可能偏浓啊 事实上我这个很淡 干 特别是干的 你知道吗 但你就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涨多遍 所以你 第一遍的时候呢 你尽量淡一点 一遍的时候 尽量淡 每一遍都尽量淡一点 这个涨的时候 你看啊 这个这个就比较明显 就是说 包括我跟刚才那个 我画春法的时候 我说 这些线呢 使得停在这个面上面 使得把这个面给撑出来 这个涨也一样的这个效果 这些笔呢 停在这个面上面 然后把这个面 把后边的这个面呢 给它蹭出来 所以这个是斩的一个 又达到的这个效果 眼处的这个山 你可以几乎都 整座山都淡淡的斩一遍 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山 你看有一些结构啊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山凹那样的结构 所以你可以长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山极这一部分 给那个 highlight出来啊 这个一下子有点山极 这有点山极啊 这顶上山极 通过展的这个 还有呢 这个 跟水的交界 这个水的交界 我在那个斜井的那一刻呢 我讲到这个水平线 水平线 这个呢 焦点透视还不是特别明显的 这个水平 当然这个湖面啊 你可以画弯 因为这个 这个视角还比较近一点 不会像这个 所以 但是这个 跟水交界的地方 就属于水平线 你要注意这个水 把这个水的感觉给画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控制好 注意好这个水平线的这个位置 不一定是一根直线啊 但是你就说有 有那个感觉 就是说跟水交界的这个感觉 而你要是平眼的这个 平眼的这个构图的话 这个想象中的这个视角的话 更 那个我们在斜井的那一刻 讲的这个水平线 就在更远的地方 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 注意好这个眼处的这个水平线 因为越远的东西就越平 是吧 这个水平面 所以你要这地方 就是近处你这些好像 好像这一根是弯的啊 这个是因为它比较近嘛 这个跟水的这个交界跟实际上 但是更远的这个地方 这个水平线就特别重要了 要画的水平的地方 液平的地方感觉出现液眼 所以这个是水平线在这个 特别是在平眼 因为你这个 这个画面的场景特别大 因为看见很远的东西 所以水平线的东西就出来了 而这个呢 因为焦点透视的东西 你这个湖面好像包括 包括刚才这根线 身上我要把它画出来差别的话 应该可以画出来一个湖面 又画这个弯的 这个场景就更小了 更是一个极部的 一个湖还是那样的感觉 所以这不一定是平的 但是比如说 但是我在展的过程呢 注意这个交界线的这个差别 就是水面跟山的这个交界线的这个 还有的这个 你等着这个树叶干了之后 你也可以再长一点 这些都是增加层次 特别是你要是这个画面里边 这个画面里边有很多这个 空白的地方 现在你可以 可以用淡的把它给画的 茂盛一点 不要说有些很多 现在像我这个 因为里边淡的地方 也是画的满满的 对吧 所以这个 你长 就是相当于更增加一些层次 但是你要是你的画面 不是特别饱满的话 你通过这个展的过程 再加一些 在一些空白的地方 加一些层次 就在树的地方 就是树 因为树明显是一种 你树叶非常茂盛的这个 所以你不要流的 稀稀拉拉的那种感觉 所以通过这个展呢 可以把这个 润跟那个茂盛的这种感觉 湿润跟茂盛 或者温润跟茂盛的这种感觉 一个画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 就是说气氛的 制造气氛的一个效果 我们在淡淡的话 用这个长的这个淡 淡笔画一点水 就很淡很淡的这个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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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概就是 这一幅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 第一幅就是讲平眼 但是实际上 这不是平眼 我们这个分成两堂课 我们下堂课呢 就是来完成这一幅 今天呢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我再 就是说 再 再强调 稍微小结一下吧 这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透视 跟这个 这个国画的 技法 就是 春叉点展 这是两回事 所以我用春叉点展的办法 也画一个焦点透视的一个场景 所以中国画里边 非常强调 就是说这个 三年 这些透视 闪点透视 焦点透视 这个闪点透视 这个差别 闪点透视 这些呢是 构图 视角方面的东西 春叉点展是技法方面的东西 同样你可以用 春叉点展 中国画的这个 笔法 墨法 来画出一幅焦点透视的一个场景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然后这个 我们下堂课再来 完成另外一幅 就是平眼的构图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王 谢谢老师再见 好再见 拜拜 新年快乐老师拜拜